欢迎来到220年三国世界杯 现在给你带来的现场直播 是由管理带领的蜀国对战 由曹操带领的卫博 裁判一声哨响正式开球 曹操一个大脚直接传给曹仁 曹仁用精湛的身法连过两人后大脚抠射 可惜被门将刘备挡了下来 轮到蜀国球权 黄中一个长传给到了赵云 赵云稳步带球跑到了门前 驱晃一枪往后传给关羽 欢迎去做铃铛车胜 球一声欲望 恭喜蜀国先下一城 主攻冲冲冲 下雨开放中